後面打開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努力窗戶 今集我會跟大家開這個Dior的袋子 那是什麼袋子呢? 我們一齊用一下 咦 大家看到它的襯袋是紅的 沒錯 它是一個男裝系列的一款袋子 就是分享到這款男裝系列的一個套袋子 男裝的袋子 雖然它是男裝 但都是UNICEX的 我也有看到它是男裝的袋子 因為它是比較低調 那哪一位是低調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標誌 它會放了Dior這個標誌 這個標誌都放在男裝的設計 然後這款袋子 你會看到是長方形的一個套袋子 就像一個鏡頭袋子 那它的間隔也挺多的 那它前面呢 就有一格 然後呢 後面打開拉鏈呢 打開拉鏈呢 就是這樣的 那它裡面呢 就沒有任何擁抱的 那就是一個很低調的Dior的Logo 的Tag位在這裡 那後面呢 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了 那也是沿用了Dior的Monogram的 最classic的Pattern 那這一款Bouch 就配了這一條的背帶 那這條背帶呢 它在膊頭位置呢 它就加多了一個墊 那也是印了Dior Monogram 而且它的帶呢 引藥地會看到一個瘦花的Christian Dior 那它這一條的背帶呢 它就是可以兩邊去調長短的 那你就調短一點 那這條背帶呢 那就是我以側背 或者你想是 背得比較短一點的 都可以的 那它呢 就是給你扣在 袋子裡 側面兩邊的位置的 那所有的扣位 和拉鏈位呢 全部都是有Dior的Logo 在這裡的 這份的扣 這份的扣 你會看到呢 都有的 就是這樣啦 那這一款袋呢 其實都是給你去 斜背 會比較型格一點的 那這個袋子 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對啦 還有呢 它側面呢 你會看到也有少少厚度 所以 都放得很多東西 那袋子很重呢 那整個袋子 你會看到 都是這種瘦花的pattern 配少少的皮的位置 那它的重量呢 就是505g 那大概就是 一杯汽水多一點的重量 沒夠兩杯汽水的 那呢 就一個正常的重量 因為這條背帶呢 它有點厚度 它有個墊在 所以也會有少少重的 就是這樣啦 好 今集就趕著這麼多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產品啦 Bye